沙田中瓜好吃不好中 愁坏瓜农 非常容易发生堵塞 使得机具无法进行一个正常的作业 中瓜神器闪亮登场 却遭遇困难重重 土壤的性质的问题 它是一个杀质的土壤 经常会出现大眼邓小眼的一个非常轻狂 五年的研发整改 如今能否让瓜农们满意而归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瓜田行者 每到夏季 大家都喜欢吃西瓜 蜜瓜 解暑止渴 那么你们知道 哪里种的瓜最甜最好吃吗 天下蜜瓜看明晴 明晴蜜瓜甲天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自蜜瓜之乡的明晴西甜瓜 香味独特 肉嫩多汁 含糖量高达15%至18% 而在其他地方 种植的蜜瓜含糖量 都在13%以下 那么为什么明晴西甜瓜会这么甜呢 因为甘肃省明晴县 镶嵌在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 这里降水稀少 昼夜温差的 光照充足 每天日照时间超过12个小时 天然的条件 让这里种出来的瓜 积聚更多糖分 也正因如此 甜蜜爆表的明晴蜜瓜越来越畅销 成为了明晴百姓的黄金瓜 也被称为沙漠上的金色奇迹 看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好奇 在干旱缺水的沙土地里 是怎么种出来这么好吃的瓜呢 跟着我一起去明晴县一探究竟 在明晴 天然的地理优势 赋予了瓜果更高的糖分 但是种植模式 却给瓜农们 带来了重重种植困难 因为在这里种瓜 采用的是汉糖瓜种植模式 种植工序繁琐复杂 首先要在平整的耕立上 开钩齐笼 钩内灌水 这样可以有效结水 确保根系充分吸收水分 避免刮过淹水而腐烂 开钩齐笼后 要在钩糖内附膜 也是为了能锁住土壤里的水分 起到结水的作用 汉糖瓜种植模式 有效地保证了瓜果的品质和产量 但是这种种植模式 让民进蜜瓜产业濒临消失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如今民进蜜瓜 西瓜的种植面积 约有20万亩 每亩瓜田种植需要6个人工 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才能完成一亩地的种植 全流程作业 每个人工日均工资是100元 在汉糖瓜种植期间 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劳务成本 我们现在熟得好多的瓜的效应 其实是在农民劳动力的一种转业 近些年 农业人工劳动力短缺和数额巨大的人工费用 成为了民进瓜农们的沉重负担 每年瓜果收成的收益 几乎成为了种瓜的成本 辛苦种瓜却没有好收成 越来越多的瓜农不愿意再继续种瓜 依旧坚持劳作在瓜田里的 都是45岁以上的瓜农 人数已不足千人 面对20万亩的瓜田 需要种植的时候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再解决不了种瓜机械化的问题 瓜田将面临着荒废的可能 以后就没有那么好吃 又物美价廉的民进蜜瓜和西瓜了 所以机械化种植汉糖瓜迫在眉睫 成为了拯救民进蜜瓜之乡的希望 根据我们甘肃省这个汉糖田瓜生产 对机械的需求 我们向龚老师提出了这个什么 申请 希望他们研制一下 符合我们这个汉糖瓜生产的一些机具 工艳是农业农村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的岗位专家 长期从事农业机械化装备技术的研究 主要研发西瓜和甜瓜的机械化生产 为保障大家依旧可以吃瓜自由 2017年 工艳便带领团队开始着手研发 汉糖瓜种植富士作业机 今年是工艳团队第五次带着机具 在瓜田试验 如今大家看到的这台富士作业机 已经是第五代了 那么它都具备哪些功能呢 我们这台机具呢 它的主要功能呢 是化肥的深湿 开钩 覆膜 除草剂的喷湿 以及沟底的覆土和磨边的覆土作业 汉糖瓜富士作业机 由拖拉机头牵引 获取动力 带动双圆盘式开钩器开始运转 开钩土被输送至输土装置内 落下的土将尾部附膜装置里的浓膜 紧实压附在沟内 我们发现在作业的过程中 开钩刀盘的运转使得周边沉土四起 工艳说这已经是改进后的效果了 相比第一代机具 沉土飞昂的问题 已经在这些年的修改升级中进行了优化 2018年 工艳团队带着第一代汉糖瓜富士作业机 来到甘肃张艺市的瓜田进行试验 这台机具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尘土飞扬 我们这个机具呢 最初是在江苏进行了田间实验 实验效果是非常好的 当时说实话 我们是非常乐观的 觉得已经成功了 但是当这个机具真的来到 应该应用的产区之后 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这个土壤的性质的问题 江苏的土壤呢 粘性比较重 甘肃的土壤呢 它是一个沙制的土壤 我们在这个甘肃的田间实验过程中 就发现土壤的输送 排土等方面呢 和江苏的实验效果 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甘肃的土壤沙化松软 在开钩的过程中 土壤会随着开钩刀盘的高速旋转 导致沙土在刀盘切削的过程中 四处分散 出现了黄沙漫天的现象 实验一天下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在田间吃土 每个人都能从身上 抖出几斤黄土来 严重影响种植作业 我们针对甘肃的土壤的 这样一个特性呢 对机具的开钩部件 包括这个输土部件 还有排土部件 都进行了优化改进 第一次在甘肃的试验 惨遭失败 工业研发团队 对当地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针对刀盘运转速度 进行调整 放慢转速 增加出土口的挡板弧度 解决了开钩时 尘土飞扬的问题 这个机具在投入使用过程中 它面对的是土壤 农作物和这个农作物的 种植模式 所以机械化的技术 是必须要和农艺技术 相融合起来 甘肃产区的土壤 环境的特殊性 不仅是研发出的机具 需要适应 来自南京的工艺和研发成员们 也需要先攻克水土不服的问题 去适应南北生活习惯的差异性 尤其是南北方言的大乡径庭 让最初的沟通都变成了困难 我们在这边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跟当地的农民伯伯 语言沟通上不是很通畅 经常会出现大言邓小言的一个这样情况 只能靠动作和他的口型去判断 有时候会出现 工研带领研发组成员 一边攻克地域困难 一边针对甘肃的土壤的特性 对机具的开钩部件 疏土部件 排土部件 都进行了优化改进 第一轮的大改进之后 2019年他们带着第二代 汉塘瓜种植富士作业机 来到是甘肃省明晴县瓜田实验 这一次出现的问题更严重了 没想到第二代机具在明晴实验时 竟然出现了种植作业环节缺失的问题 当机具到达明晴之后 当地的种植习惯 它是需要喷湿粗草剂的 但是我们这一轮的样机 它是不具备喷湿粗草剂的功能 当第二代汉塘瓜种植富士作业机 来到甘肃明晴县的瓜田实验后 工研研发团队才知道 由于张艺和明晴的种瓜习惯不一样 明晴瓜农需要在复膜前 喷上一层粗草剂 避免在复膜后 磨下杂草重生 粗草不变 没想到 同样是在甘肃产区 种植流程却大相征庭 这样一来 如果汉塘瓜种植富士作业机 要解决明晴瓜田种植难的问题 就需要在复膜前增加喷药装置 明晴瓜农不仅提出了 需要复膜前喷药的需求 针对第二代富士作业机的 复膜装置也提出了不满 后面的复膜装置 大概有一米多长 当地的老百姓说 我们这个装置显得很笨重 然后安装不是很方便 需要的那个拖拉机动力也很大 第二代机具的挂膜架制作 让当地瓜农觉得笨重不方便 工研研发团队在第二年的实验后 汲取了明晴瓜农们提出的需求 在复合作业机上进行喷雾系统的设计 增添了附膜前的喷药功能 缩短减化了附膜装置 又历经了一年的研发升级后 这次大家以为这台机具已经成功 只没想到再次来到明晴瓜田实验时 机具竟然在瓜田里卡住了 在2020年的这一轮的田径实验过程中 当时是在一个前茶作物是玉米地 因为这个玉米茶又多又硬 土壤中还有一些残留的浓膜 这个就使得我们在作业过程中 它的疏土机构还有排土机构 非常容易发生堵塞 使得机具无法进行一个正常的作业 为什么瓜田里会有玉米跟茶呢 我们来听听小西瓜怎么说 西瓜在生长结果过程中 很容易患上一种叫做枯萎病的真菌病 这种病通过土壤传播 病菌在土壤中的残留时间长达三至五年 如果下一年在同一块土地上再种西瓜 就特别容易感染发病 造成死苗 所以种西瓜的地块需要年年更换 而种过西瓜的地 最好在下一年换茶 种植水稻 玉米等河本科作物 以降低枯萎病菌的存活率 工研研发团队也是万万没想到 西瓜的轮座换茶种植方式 也给复合作业机的研发带来了阻碍 针对玉米跟茶堵塞排土口的问题 工研带领项目研发团队 再次对机具进行整改升级 对机具的排土口进行了扩大改造 通过减少运移阻力 使得土壤能够很顺畅地 进行一个输送和排出 解决了机具的堵塞的问题 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地优化改进 目前这个机具 已经完全达到了当地的一个作业需求 工研研发团队不断吸取瓜农们的 试用反馈建议 经过四次优化改进 今年第五代汉塘瓜种植富士作业机 在民进瓜农的面前亮相 瓜农张师傅在当地瓜农的推荐下 将这台第五代机具带回了家 这几天张师傅正努力地认真学习 如何操作这台汉塘瓜种植富士作业机 迫不及待地想要验证一下 这台机具是否可以解决了 玉米根茶堵塞排土口的问题 张师傅将机具开进了 有玉米根茶的耕地里 面对有玉米根茶和残留浓膜的土地 第五代汉塘瓜种植富士作业机的排土口 是否会堵塞呢 正如工研所说 玉米根茶等杂物堵塞排土口的问题 也真正得到了解决 这台机具在有玉米根茶的土地上 正常运行 并没有发生堵塞的状况 在这个比较复杂的 有作业的土壤里面 作业效果质量是非常好的 大家看一下这些底下 还有一些取在里面的 是吧 都没有受到影响 是吧 这都没有受到影响 说明这个机具 对这个前茶作物的根茶 它的适应性还是很好的 也不会让这个机具发生堵塞 这个机具是性能 所以它能够适合各种 比较复杂的各种土壤的内心结构 验证并没有结束 张师傅和所有瓜农们 今天还想验证一下 这台机具对比人工 效率究竟提高了多少 人工成本究竟能节省多少 作业质量是否达标呢 在瓜农们的要求下 一场传统人工种植 和全能机械种植的比试 即将拉开帷幕 同样是在一亩瓜田 完成汉堂瓜种植所有工序 汉堂瓜富士作业期 究竟能比人工作业效率 比高多少倍呢 大家拭目以待 人工队和富士机的比拼 正式开始 在一亩地的试验田里 六名人工先进行 开钩齐拢这个工序作业 在人工开钩 还不到两米的时候 张师傅一个人驾驶着 汉堂瓜种植富士作业机 已经完成了近50米的 开钩喷料施肥 附膜盖头的全工序 张师傅速度提上去啊 出来机的速度慢一点 在人工开钩五米的时候 张师傅已经完成了 两道开钩全工序 就别说人工开钩后 还要喷药 施肥 附膜了 机具效率远远超过 人工数十倍 人工对看到如此 悬殊的作业效率 纷纷暂停了手上的工作 根本比不过 主动放弃与机械比拼 还是仔细观看机器 是如何运作的吧 张师傅操作这台机具 已经得心应手 优化升级后的机具 大量地减少了 尘土乱飞的现象 腹膜前喷药 施肥 然后腹膜轮 有条不紊地把浓膜 压附在沟内 排涂口落下的土 精准地盖在了浓膜上 使腹膜更加紧实坚固 看起来一切都十分顺利 验证结束后 花童们都特别感兴趣得上来 想要检查一下 如此快的效率 作业质量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几十度 我这边的原来很坚实 它是土果调 可以看一下这个牢不牢 您看一下这个钩 是不是和你们平时人工作业 比较一下它的作业质量 这个钩手柜也好 尘量也好 脖子的紧不紧 紧啊 脖子也不紧 脖子也不紧 你看钩也起不紧 钩也起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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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踏发 钩都改得好 达到你们的要求没有 达到了 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达到 这个钩确实真的改得好 不踏发 钩发发得好 好得呢 好得呢 支持最业的 可就不用有筷子 此时张师傅从机具上下来 向众人走了过来 他好像又发现了新问题 因为张师傅在驾驶拖拉机的时候 无法看到后面的机具作业情况 所以现在还需要两名人工跟在后面 检查复式作业机的作业情况 张师傅认为 如果今后能让这台机具带有监测功能 就可以一个人加一台机器 便能完成汉堂瓜的种植全过程了 这样更节省人工 目前我们这个机具还是一个机械化的 这么一个装备 是实现了机器换人这样一个过程 今后可能还要在这个智能化方面 再作业进一步的提升 例如用北斗导航 自主行走作业 包括这个施肥的变量施肥 变量施药 形成一个精准的作业 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 张师傅除了希望汉堂瓜 富士作业机能够更智能之外 他还提出了一个 目前机具存在的问题 他希望工业研发团队 能再次修改一下这台机具 不然就会严重影响作业质量 我看这个地方 还需要有点改进 有点推土的往次 可是不是怎么存在一下 您是说这边还有点堆土是吧 就是 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描带 复膜复平是吧 就是 这个可能我们后期 还要进行改进一下 它这个角度是还是90度 我们后期把它调整一个 有个倾斜角 这样的话在作业过程中 它那个土壤就能够 像两边这么分散 这样的话你就描带 它就平整了 复膜也能复得很平 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没问题 好 通过这几天的田津试验 我们也发现了 它会产生一个堆土的现象 我们后期是打算把这个刮图板 做一个倾斜的布置 这样就解决这个刮图板前方的 土壤的一个堆土问题 即便在今天的试验中 张师傅还是提出了 对机具的修改建议 但是目前第五代汉堂瓜种植副式作业机 已经近乎完美 曾经人工作业汉堂瓜种植模式 每亩瓜田需要六个人工 用时三十个小时 人工劳务费六百元 如今汉堂瓜种植副式作业机 在一亩地里只需要两个人工 一个半小时就能将开钩 喷药 施肥 腹膜 盖土 五步工序完成 每亩地节约四个人工 节省用工费用四百余元 时间效率整整提高了二十倍 这是汉堂瓜种植 迈进机械化生产的一大步 龚老师团队 现在研制的汉堂富士作业机 可以此完成开钩 施肥 打药 腹膜等工序 可以下足的提高劳动效率 而且 眉目可以减少灌水 二十五个礼方 虽然挂弄张师傅 希望第五代富士作业机 能更智能化一些 但是这台机具 目前所达到的作业效率 和质量效果 已经让他感到很满意了 验证结束后 他就掩饰不住 内心的喜悦和兴奋 这个操作并不来 只有能把血跨的吃葱 调节合适 这个操作还是挺记得的 第五代汉堂瓜 种植富士作业机的试验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实现了汉堂瓜田的化肥深湿 开钩起糖 沟底覆膜 膜上覆土的机械化富士作业 张师傅更是欣喜不已 以后拥有了汉堂瓜 种植富士作业机 汉堂瓜的种植工作 会十分轻松 人力物力大大降低 作业效率飞速提升 想到这些 张师傅开心地邀请大家 去家里吃瓜 以表庆祝 来 大家唱着 我们面前的浴瓜 吃瓜 别吃别扭 来 那行 大家先吃 边吃边聊 别吃边聊 吃鸡 吃吃吃瓜 吃瓜之外的吃鸡 我来吃一个甜瓜 看见瓜田果香 看见农民们非常开心的笑容 就觉得这个事业是选对了 我是非常喜欢西北这个地方 我觉得民风淳朴 包括这里的地理 人文 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尤其是这几年 每年都来 就感觉这里已经成了 自己的第二故乡 汉堂瓜种植富士作业机的研发 不仅适用于甘肃民情 还适用于所有的缺水干旱地区的 汉堂瓜种植模式 比如新疆哈密 甘肃瓜粥 张叶 都在种植汉堂瓜 这项发明解决了我国西田瓜产业 在繁琐种植环节 无人可用的困境 拯救了种瓜人 也为吃瓜人留住了香甜 工业带领的研发团队就像瓜田间的行者 为所有瓜农们踏出机械种植之路 为西田瓜全产业机械化 开出条汤庄大道 吃瓜福利来了 大家知道如何挑选优质的西瓜和蜜瓜吗 杨老师 咱们测这个瓜的品质的时候 咱们主要是看哪几点呢 我们在考量瓜的品质的时候 第一步 提尔卡塔的外观是不是好看 尤其像前瓜 颜色金黄的 还带网纹 网纹很密 你看这个网纹很细密 是一个很好的成品外观性 这个瓜是非常好的品质 看完外观以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前瓜拿起来 用手要抹一下 看它的这个表面是不是带冷带勾 再一个然后抹一下锅体的软硬 来判断这个瓜的成熟度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要拿起来要闻一闻 比像一些前瓜俩 它成熟以后带有鱼的香气和香味 如果闻着鱼的香气和香味了 给你这个瓜就成熟了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我们要切开瓜 烤开瓜以后开瓜里面内部 看它的阳色的 阳色的艳丽程度 约是这个橙黄色的 或者是约绿的 它的颜色就颜色越好看 还有咱们的这个西瓜脸 也是要阳色大红 就是外观看 吃之前我们先要闻一下 它的这个香味 然后在吃的过程中 要吃看它的这个脆度 它的品的脆度 然后再感觉它的这个口感 咬下去以后 枝叶的丰富 如果枝叶很丰富 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所以这个瓜的品质算是 你找到一个真高的 这是上品瓜 是吗 上品瓜是吗 那上品瓜 我们就得好好的尝一尝了 就是 吃一下感觉很好的 天瓜里面还有一种多脆 清香 酥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